接近,近點來了 直接把對方給打掉,那這邊隊友...欸對呀 喔對方死了 嚇死我 原來在後面啊,敵方在後面啊 沒有看到 那講到這邊請不要先把影片關掉 後面很重要,後面非常重要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ly,我要回出去 我是Nia,CGMAN的是FreeFly 然後一樣是印尼服,然後來打團排 我目前是柏晶1,然後拿鐵目前是柏晶4 所以我要盡可能打到他的那個段位 然後再來跟他一起喔,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Let's go! OK,我們配到場了,那我們第一場就... 啊?人數好像不夠欸 對面少一個 我們稍微等一下,看一下 對面最後一個會不會出現喔 如果不會出現就浪費時間了 有點可惜啊 有嗎?有要出現的意思嗎? 然後我又一陣子沒有玩FreeFly了 欸? 對面那個沒有出現也是可以繼續玩嗎? 真的假的,我不是打團排嗎? 我是打團排吧 喔對面出現了,對面出現了,可以可以 好 OK,最近接觸了新的吃雞手遊 如果大家喜歡玩FreeFly的話,相信大家應該也會喜歡玩這一款 就是我們的香腸派對喔,它有非常多的模式喔 那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玩的是快速派對喔 就是一個快速的模式,圈比較小 然後人數大概將近在20人左右 那遊戲的下載連結呢,我會附在這個影片的說明欄喔 請點影片的標題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香腸派對,記得下載喔 我看一下敵人的位置喔 有聽到隊友的腳步聲 樓上在開戰,我先繞過去看看 喔他打倒了,他打倒人了 看一下敵人的位置好像偏另外一邊 但我還是先跟隊友會合好了 因為我這個地圖其實說實在不是很熟 科技的這個地圖我完全不熟阿 我看一下敵人的位置喔 呃...對,在對面喔 但是這個位置很明顯不好打 我覺得不是很好打,這邊有一隻 喔,這樣也可以砍打 笑死 OK,把他打死,我換G18好了 G18我比較會用一點 然後我拉一下補包 欸他沒有補包嗎 欸有他有補包 欸,贏了欸 欸這場運氣還不錯 我只殺了一個 然後就贏了 而且我武士到他的距離 有一段距離 這樣也砍得到 也太厲害了吧 那這場有NP40 N1014 哇,有點貴耶 我先省著好了 我先把錢省 然後之前有一集影片 我有說 新版的手桌彈傷害很低阿 然後就有個 感覺應該是小朋友吧 他就 留言說 手桌彈傷害很低 你要確定 然後我就一猜 這一定就是 新玩家 他一定沒有玩過 以前版本的free fry 他一定不懂我在講什麼 然後而且他為了強調 可能他講的是對的 他還開另外一個分帳 然後貼一模一樣的留言這樣 超好笑 OK,打倒一隻 有人 哇,好痛 我媽呀 不過這邊應該是可以把對方給收掉 只是 這個 他還沒有要死阿 好,這樣可以拿 對,你如果有玩過以前版本的free fry 的話你就會知道 後面有人 可以可以打掉了 他們不讓我講話的 笑死我 我需要先拉個血喔 你如果有玩過以前free fry的 版本的free fry的話 你就會知道 現在的 free fry的手榴彈的傷害 真的太低了 以前大概 距離 算很近的距離 我一顆手榴彈炸過去 人家就直接死了 現在不會 現在加上有四級甲的關係 樓上有人嗎 感覺在樓上 把這丟不到 這我沒丟到 沒辦法 那最後一隻的位置在哪裡 沒有看到耶 還是在那個樓上嗎 還是在那個樓上嗎 我看到他 下了一個藍色的 欸 那個冰牆是不是 感覺是 OK 呃,隊友的這個 湯普森我等一下還給他好了 反正我不需要 丟一下 然後標個點喔 呃,要怎麼標點 這樣 好,OK 直接送給他們 然後 呃,我自己要 N104 然後順便升一下N104 跟樓破 再升一下N104 然後再升一下N104 1300應該夠 然後買個手榴彈 香菇頭盔 差不多 OK,Let's go 這裡是走哪裡 對,總之講到一半啦 就是以前的手榴彈真的確實 是傷害比現在太高 所以我沒有講錯啊 就是現在手榴彈 傷害確實比以前低啊 我在講相較以前來講 那或許 可能現在新玩家進來 還是覺得 你們可能還是覺得 手榴彈很高吧 傷害 但其實 跟以前真的差太多了 就 不多說了 好痛喔 我的媽呀 拉個補包 不行,我應該 看到敵人 消死 他進去了 完了 這個 算了,我先把技能拉回來 好了 看到人了 有一陣子 又有一陣子沒玩free fire 手感整個很奇怪 這個 不太會打 他狙擊 大補 再拉個呼吸器 還剩最後兩隻 不知道在哪裡 我猜樓上 所以我想跳上去 我們看一下 跳上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看到敵人的位置了 直接一個草叢 對方在右側這個位置 那我們直接繞過去 接近 近點來了 好,直接把對方給打掉 那這邊隊友 欸,等一下 喔,對方死了 嚇死我 喔,原來在後面啦 敵方在後面啦 沒有看到 難怪他跟我說不要脫隊 我的錯 我的錯 OK,沒事沒事 至少我最後還是贏了 好險好險 好啦,總之來講 各位觀眾在留言之前還是要查證一下 不然有時候講錯也是很尷尬 對 像為什麼我講話都比較 呃,這個 不敢講一點 因為我怕講錯啊 有時候我會說 欸,比如說 我覺得 呃,這個 可能比如說出了一個新塗裝 我就會覺得 欸,我覺得這個塗裝呢 沒有很好用啦 但是 還是要看人這樣 我會講得 比較保守一點 是因為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我們要尊重每個人想法這樣 那有時候不一定 我講的不一定是事實啦 對不對 就是或者是別人講的不一定是事實 還是要查證一下 呃 呃 哇 哇,樓上有一隻啊 啊 得靠隊友了 我的槍全噴喔 有有有,他來了他來了 啊,nice 他幫我復仇了 感謝感謝 真的 呃 玩香腸派對玩久了 freefly整個操作超級陌生欸 呵呵呵 你不要看我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 好像 還可以殺得死人 我完全是用香腸派對操作在玩freefly 我都很想給他跳兩下 因為香腸派對跳兩下可以二段跳 然後freefly不行 然後我很想用蓄力衝 結果香腸派對你只要蓄力之後放開他就往前衝一下 然後freefly不行嗎 呵呵呵 然後freefly是角色不是身份卡 呵呵呵 我好想開那個 呃,狼王的技能或者是那個什麼 發現敵人 那個 超人力霸王的技能 整個不習慣 救我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同時有玩 香腸派對跟freefly啊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是你會不會不習慣 你會比較不習慣freefly的操作還是香腸派對 就是你兩個一起玩的同時啊 因為我玩香腸派對玩的比較 時間比較長 比較久一點 他開麥我其實聽不太懂我先關麥好了 就是我玩香派對玩的比較長一點 比較長晚啊 所以freefly我的操作就不是很熟悉了 啊這個隊友是怎樣 他身上只有一把USB耶 他怎麼什麼都沒有 他怎麼什麼都沒有 我看一下 他目前零殺輸出有500啦 他是想要拉補包流是不是 這個圈縮另外一邊耶 下來了 哇 他想要空拳是不是 哇 他在這個讀圈要空拳很難捶贏人家吧 他為什麼不去撿槍啊 還是沒有機會撿到 好吧可惜我的三級N104就這樣沒了 真的有點可惜 我還是繼續買N104啦 他升滿好了沒關係啦 就這樣吧 升2級 有點可惜 我們再贏一場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是希望可以 有沒有人有更多的錢啊 好像感覺有人有更多的錢 但是 他們沒有人願意 貢獻我 好吧算了沒關係 我就用2級的N104吧 就我隨便玩一玩 拿來能吃雞就好 這個 還剩最後一回合嘛 就是只要這一回合再獲勝就直接結束了 沒有看到人 那邊難道沒有人嗎 我現在架凝膠速度都超級慢 就是我要光掏出來都有問題 因為會按錯 不習慣按鍵的位置 我已經盡量調香腸跟 3-5的按鍵位置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 就是 落差 我看到人 他沒有發現我那樣子 你衝上去再說 人呢 我怎麼沒看到人 樓下吧 全倒耶 看到人 看到人 哇賽 這麼準喔 他是N1887 是不是 慘了 我們要被反敗了嗎 3-2 好痛喔 他887應該傷害更高 好吧那 繼續N104 沒關係 N104到底 看有沒有人願意給我個凝膠 應該想也知道應該是不會 那我們 我是不是應該改4-0 因為4-0還比較便宜一點 就是4-0不用升滿 N104升滿我就比較好用 不升滿感覺 說實在 我講一個實話 你們可能新玩家不知道 N104其實現在三級的N104 你們不要看他現在好像很厲害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以前N104就是跟三級一樣 他不用升級 就跟三級一樣的 那個 那個傷害跟射程距離 對 所以等於說 只是官方把N104用這種方式削弱 然後你只要 欸 我站在這個位置我怎麼會倒 他這個點會打不到我吧 好奇怪喔 他要救我啊 完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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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敵方下來完蛋了 要趕快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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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你就趕快救 你趕快救 你不要再加你 叫你加這個把 我們全部擋住 用途 意義不明 你 有敵人 完了 我拉不掉 我需要拉補包 我拉一個補包 應該可以 欸那個 敵方的隊友是 AI嗎 還是他 僵掉了 好 我們拿了210是3級 但是沒怎麼用就有吃雞了 這 最後一回合是莫名其妙吃雞 感覺運氣很好 就這樣吃雞了 好 這場我 MVP 這也是蠻意外的 我打得超不順欸 這場11殺啦 助攻1 速速3500 數據看起來蠻漂亮的 這場贏了 然後就要加一顆星 然後 我們還要 有待加強 繼續努力 打到 柏晶4 對 柏晶4還很久欸 不知道打到 民國幾年 好啦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FREFIRE影片 可以留下一個喜歡 讓我知道 也可以看一下訂閱 加寶貝小鈴鐺 那 講到這邊呢 要先把影片關掉 後面很重要 後面非常重要 那 之前我有說過 我為什麼不POFREFIRE影片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些觀眾 他感覺很像 我講這句話是事實喔 大家不要覺得我好像在湊觀眾 不是的 因為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很像得了老年痴呆症 那個症狀真的有點誇張 但我不知道到底什麼原因 也有可能是YouTube演算法的關係 有可能是他真的有老年痴呆症 我不知道 那 會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是禮拜一 假設今天是禮拜一 我禮拜一呢 我每天晚上 平日六點發片 大家知道嘛 那我禮拜一呢 我晚上六點的時候 我已經發了FREFIRE的影片 好 那代表我有玩FREFIRE嘛 不然我怎麼 拍FREFIRE的影片 對不對 我一定要玩我才能拍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正常人的邏輯嘛 那 我有玩 我有拍了 那我晚上六點發完之後呢 我七點想說我開個直播 玩一下香腸派對 然後呢 聊天室就會有一些少數的觀眾 比較看起來像老年痴呆的觀眾 少數一些人啊 那就會留言說 雅思 你呢 為什麼都不POFREFIRE的影片 好 我知道 FREFIRE的 有一些觀眾很習慣的去 就是 跟Youtuber去 怎麼講 就是 反 反駁Youtuber 對 反駁我們 你們會覺得不信任我們說的話 注意 我剛剛說的這些奇怪的觀眾說的是 你為什麼不拍FREFIRE影片 不是你為什麼不直播FREFIRE 也不是你為什麼不玩FREFIRE 因為如果觀眾問說你為什麼不玩FREFIRE 他可能是在問 我當下直播為什麼不玩FREFIRE 而選擇玩香腸派對 這個我能理解 這個我也覺得OK 但是 我覺得care的點是 我有拍FREFIRE的影片 你卻一直說我沒有拍 這個就很奇怪了 那其實近期改善很多 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 雖然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就是你們當初有些 有些觀眾會這樣很奇怪 就是我明明剛發FREFIRE的影片 你卻好像沒看到 甚至可能不願意去看 然後一直跟我說 我為什麼不拍 我有拍啊 我有拍啊 你不能說我沒有拍啊 你先看了之後 你再說 萬一我沒有拍 你說我沒拍 我可以接受 就是我沒有做的事情 你說我有做我會不爽 那我有做的事情 你說我沒做我也會不爽嘛 對不對 就像各位觀眾 你們是小朋友 你們如果 寫完功課讀完書了 然後你們在玩遊戲 休息時間 你爸爸媽媽突然闖進房間 跟你說 你為什麼還沒寫功課 你是不是會覺得不爽 我有寫功課啊對不對 你們去想像一下轉換立場 那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們可能像我爸爸媽媽 然後我明明寫完功課了 你們一直說我沒寫功課 這樣 我是不是覺得莫名其妙 很不開心 那我以後不寫功課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明明有POFREFIRE啊 那你一直說我沒有拍 FREFIRE的影片 那我以後不拍FREFIRE的影片啦 就是這樣 那當初我就有這樣講說 我以後 如果你們再這樣我以後 就不拍FREFIRE影片 我沒有差 對 我只是想說你們想看 我才想說好 那你們想看 那我為了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去拍這樣子 那確實現在真的少很多了啦 真的少很多 那我不要求說 完全沒有這種奇怪的觀眾 因為我知道有些觀眾 他可能就是沒有在看我直播 那我就算講了一千遍 一萬遍宣導 他可能剛好沒看我直播 或看我影片 他就不知道嘛 那至少我覺得改善很多 我是覺得挺欣慰的 對 所以各位觀眾呢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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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近期一個禮拜 有發FREFIRE的影片 就麻煩不要再問我說 我為什麼不拍FREFIRE影片 只是因為我拍的比較少 因為我近期的主要聚焦 是在香場拍的 因為我FREFIRE玩膩了啦 所以拜託各位 就讓我少發一點 但我還是會發 我一個禮拜盡量發 最少一部的FREFIRE影片 最多可能兩到三部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盡力 我盡力好不好 那反正我答應大家 最少一個禮拜會一部啦 那除非說真的有狀況發生 比如說我生病或幹嘛 那可能就會 都是香場拍的影片 因為我香場拍的影片 拍的比較多這樣 那就感謝各位觀眾 聽我講這麼多 總之來講呢 也希望大家 可以轉換立場 理解我的心態 就是說有點像 你們是小朋友 然後你們有寫完功課 你們該做的事情 該考的事 都弄好了 可是你爸爸媽媽還誤會你 沒有寫功課 你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那就跟我一樣 我明明有做 可是卻被你們說沒有做 那我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那我就下次就會想說 那我乾脆就不要 沒有做了這樣 對 好不好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那也希望不要有一些奇怪的 就是屁孩 覺得說我故意在罵觀眾 不是 我覺得說 觀眾可以罵YouTuber 那YouTuber也可以罵觀眾 這是 雙方就是平等的 就是 除非說這個觀眾 他講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說像有 有些觀眾他會說 欸 你為什麼 比如說 像這些觀眾 有些觀眾會罵我嘛 我拍影片很爛啊 我技術很爛 可是我本來就不是 玩技術的啊 我只是想拍拍影片 分享我遊玩過程 那每個人要的不一樣嘛 像這些觀眾可能 他就是想要 他想要拍技術很強的影片 那他拍沒有關係 或是他想要看技術很強的影片 那他可以去找技術很強的 YouTuber那是沒有問題 那是你的喜好 不是說什麼 當遊戲YouTube 就一定要玩遊戲技術強 如果你 把這個 東西套用到全台灣的遊戲YouTuber 你會發現 紅的都是技術爛的 可是為什麼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代表說 技術爛的也有人看 只是說 他的特點可能是搞笑 或者是幽默 或者是 他像朋友一樣陪伴你 每個人的特色不一樣 那 喜歡的客群 喜歡的觀眾也就不一樣 你不喜歡 不等於你講的是 對的是真理這樣子 像我不喜歡看遊戲技術 難道遊戲技術的頻道就不該存在嗎 也沒有 有些人就是喜歡看技術 那 其實我就沒資格去管 或者是去要求人家 不准拍技術的 因為我覺得技術很無聊 但相信各位觀眾聽到這句話 就會覺得 哪有技術很刺激 很嗨 所以就是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 我就不喜歡 純技術 我喜歡有那種互動 或者是 YouTuber被整 被 被嚇的感覺 我不喜歡那種 從頭到尾 我好強 我好厲害 那種感覺 我沒有很喜歡看那種影片 對 就這樣 好啦 那我們這集影片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囉 各位就 記得 觀看我的FreeFive影片 不要再錯過了 掰掰 掰掰